STOPPING TONE WITH THE WORLD AT YOUR FEET YOU CAN HAVE ENOUGH 所以現在該不會是要體驗 這一天的生活吧 應該是吧 叫我們來這裡 所以就是跟農務有關的 還不能叫我們來這邊只是吃飯 沒有那麼好啊 好 先來看看 這該不會是甘蔗吧 我還真認不出來 說得好咧 我吃的甘蔗 我印象甘蔗比較長 不是嗎 比較高不是嗎 好像是喔 對喔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有 有 這裡 是一位漂亮的小姐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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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李李仁 他是李仁 他是肯娜 你好 我們是來錄節目的 因為 我們錄得還滿累 所以現在講話有點沒精神 對不起 我們剛剛 我們昨天從昨天一整天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在關係打工換宿 所以我們來到 聽說這個寶山 就是蔗糖很有名 我們就進來這個甘蔗田看 這裡是甘蔗田 是啊 這是我們的甘蔗田 但是 對不起 我可以拿一點 但是這個甘蔗好像跟我們吃的甘蔗 是同一個品種嗎 不同品種的 蔗糖跟我們水果的那種甘蔗 是不同品種的 對 那我們可以來就是跟你體驗 蔗農的工作的辛苦 然後可以讓我們幫你忙嗎 可以 可是那個比較辛苦 會比較累 其實我們已經累滿久了 其實什麼累我們也 我話都快說不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 在甘蔗田裡面 我們要幫忙砍甘蔗 然後要把甘蔗葉子 然後還要 扛甘蔗回去我們那個 甘蔗清洗機那邊 清洗甘蔗 還要壓甘蔗 熬黑糖 對 我們要做這些工作 好 那我們先 從換裝備開始 先回哪裡 回代表 對 我們要先回家 好 我們先換 我們先換裝備 我們待會兒就進去 好啊 謝謝 走 我們換裝備 我們這樣子裝備可以嗎 這樣可以 手套 雨鞋 還有我們的斗笠 還有一個鐮刀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 現在鐮刀 刀主要拿桌 阿伯說刀主要拿桌 要拿好鐮刀 謝謝 然後要有 待會兒砍的時候 我們的距離要深 然後出來不要碰到鼓子 要開一點 要不然砍到對方 沒砍到甘蔗就砍到你 我們要拉開那個距離 對 拉開那個距離 拉開 對 剛剛不會揮到你 有沒有看到 好 大家小心 因為裡面還有其他人 對 我們進去妳再教我們 怎麼幫妳忙 好嗎 走 我們去當蔗農 好 所以為什麼 吃的甘蔗不能夠當蔗糖的 甘蔗的原料 應該說吃的甘蔗是巴西甘蔗的品種 叫巴西甘蔗 它的水分比較多 它糖分比較低 對 然後做糖的話 它一定要糖分要到 要夠 要夠 要22到23% 的甜度 %才能去做 是 一般甘蔗超過我們的身高 只要超過我們的身高 妳是指葉子還是指它的 全部 全部 全部要超過 就好是1米8以上 1米8 再看它的根 根在哪裡 能夠砍越低越好 對 對 好 一次到位把它砍斷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女俠客 一刀就劈斷了 這根甘蔗 我們砍完了以後 我們順便把它去葉子 去葉子 對 然後把它 砍好才去葉子 對 砍好才去葉子 然後旁邊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說 人家自己要有距離 然後這樣時候 我們就是要把那一個 尾這邊 在頭上把它去一下 去掉 抓去哪裡的位置 就是 第一節以前都可以是嗎 對 你就看一下 你看一下 那個葉綠的地方就是很嫩 很嫩我們就 就刮掉 對 然後流 這個是頭是可以再種的 頭可以再種的 當苗種 苗種 直接擦進去就好 這個要擦泥土裡面就可以 好 就可以了 直接先這樣斜斜地削 這樣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 砍下去就好了 一刀就這樣 用力一點 好 那這個可以當苗 現在是要 還有一個 那個 種子 這個要種上去的種子 這個 這個是要再種回去的 對 就這樣這一根再種回去 就會再發了 花芽出來 了解 這一根就可以收回去了 下面不用清沒關係 要 下面也是要清 這個要放哪裡 就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裡就好 乾燥還要洗澡 乾燥還要洗澡 對 以前沒有洗澡 現在要讓它洗澡 對 日本時代 本來寶山的乾燥 糖做來的糖 日本天皇 就專要吃寶山的糖 真的 對 所以 土質比較好 所以寶山這個地方 從日據時代 就開始種乾燥 日期都有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我們就先放旁邊 是嗎 放在地下平平 放在地下就可以 我們等一下再一起收 這可以 這可以嗎 那這個呢 可以 這個不要 可以 就放在旁邊一起 好 它就說一刀就下來 是嗎 我們的苗 不要弄太嫩 有了 這個太嫩就再甜一點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這就太嫩 不行 它牙瓜原覆不好 又再甜面一點 好 好 要再綠一點就對了 對 這一根可以收了嗎 可以 這一根可以 因為我們這一根的乾 這是泳山的沒有朋友 哪有 所以它長著大小就不太一樣 你倒沙乾 不錯 來 倒沙乾 收成甘蔗 好 好 對 很缺乏 很缺乏 這裡切下去可以嗎 這裡可以嗎 這個 這個怎麼辦 有了 有了 在旁邊 好 好 你看 都是螞蟻 螞蟻就喜歡吃糖 對 螞蟻就喜歡吃糖 那又不用再弄它 這個又不用再弄 直接 直接切掉 對 從這邊 對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這一節 好 這樣一節 那就可以做品種 可以做品種 可以做品種 尾巴以前有牛 尾巴 我們把它弄好整齊 然後要把它 當木草給牛吃就對了 對 要曬乾嗎 不用 不用曬乾 請問一下 可以 還有哪隻可以採 我們這裡好像 比較長的隻就可以採 長的都可以 這邊都可以 可以 它越大越好嗎 對 越大 越大糖分會比較多嗎 它們都一樣 營養吃比較多的就比較大 對 了解 它少的就比較小 但 人也一樣 這個也沒有辦法控制說 它的雨量 因為老天爺在下雨 你也沒辦法控制 我們這個是友善的土地 沒有噴農藥 然後人工除草 所以它就是長得也歪歪歪的 然後颱風來它全部就歪了 對 對 颱風來怎麼辦 我看你們這田好像也沒有 沒有 颱風沒有 沒辦法 它給它倒 剩倒就可以了 也會 也沒辦法 它會整隻吹倒 吹倒 下面南部的紅甘蔗就有去 種了 竹子去 去扶著它 它就會倒下去 對 那倒也會死掉 連根拔起就會死掉 死不會死 再把它扶起來就好 它旁邊會繁殖 它會重生再長 從這邊 對 因為這個季節 農曆的12月份 是最成熟的一個季節 以前的這個農村 這個堂是要給人家做年糕的 所以都是過年 它一年可以兩次可以種 一次是春天 一個是秋天 很多台北市的小朋友到鄉下來 他說這個是煮乾 他說這個是煮乾 不是甘蔗 他不知道什麼叫甘蔗 說煮乾 了解 就是我們所有糖類的 唯一的原料就是甘蔗 因為做黑糖的話有 有量 現在市面上有兩種做法 你知道 大糖加糖蜜跟香料 還原的比較多 市面上的黑糖 因為它糖尿比較低 對 大概30塊50塊就可以買到的 對 我們這種的話 是用甘蔗的汁直接熬出來 是 成本高一點 但它的成分一定是更天然 更好 這隻可以用 我這樣可以 可以用 一個手拿這隻 對 一個手拿這隻 丟掉 丟掉 手不要拿這上面 對 要拿在下面 扛起來 它有力量 好 我來 我來 你說這樣 你一個手要拿這隻 沒有 會敲到這裏頭 這樣 你尖頭不對 你尖頭用那個 在裡面 這樣 然後抬起來 手要拿上來 會跳回去 你要壓住我的手 可以壓住 但是我常常的 會擋到東西 擋到東西沒有 不是 我的肩膀會痛 我的肩膀會痛 對 肩膀 這要做重量嘛 不用做了 就這樣就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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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 所以我要怎麼樣 所以我要怎麼樣 一個肩膀 你肩膀 這樣子 一個肩這樣 這樣 好一點 有 很好 很好 我們車子在哪裡 打車 在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嗎 那我只能 那我只能 我可能只能搬一趟 那我只能搬一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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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你腳去槍 就像前面這樣 不會倒外面 這個 沒有辦法用工具 來輔助 完全靠人力在靠 因為你肩膀大 就小 你兩天不能 跟他一邊 走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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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樣都要扛上去 可以 看你的肩膀尾巴 小心點 都碰到牆壁 OK 左右兩邊要眼觀適中 沒有,你這個倒掉 眼觀適中 有,我有看 有,再看 再休息 坐在沙發上 把台灣徹底玩一遍 這樣的夢想 我可以陪你一起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請問 今晚住誰家 趕快來訂閱喔